他曾说恨我 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不恨我 他说在我不让他恨我的时候 这句话是我一个冬天听过最好的情话 他说您准备忘了我吗 我在卫生间里哭得像狗一样的 打出一个恩 我真的不想忘记你 但却不得不忘记了 一直都忘不了你霸道地拉过我 闻上来的那一瞬间 当时心跳有多快 现在就有多痛 忘了你干嘛 都早就纵在心里了 能忘得了吗 不想忘也忘不了 干嘛勉强自己 抱着回忆过不也是过吗 起码现在还有念想啊 我给他发消息说我们还是朋友 他说你真的要忘了我 你用语音发这句话 我哭成狗 擦干眼泪 低着声音 笑着说 我们还是朋友 发过去后 我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 他发的什么 这剩下两个人难过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忘了你 只是天各一方 各自安行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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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